在北京机场登机前 前总马英九特别和国台办副主任 潘贤长 北京市副市长夏林茂等 中国官员一一握手道别 正式为二放中国行 画下句点 总共好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带着多名党籍立委包括罗志强 赖世保到桃园机场接机 还送上鲜花 马英九笑得何不容罪 没想到离开机场前的 简单谈话又不小心 这样说了 敏感话题 马英九笑而不答 倒是一旁的赖世保大声喊事 故意的毕竟前一天 马习二会上 马英九在习近平面前 也把中华民族说成了中华民国 马英九的一中个表 其实就是要把中华民国 包装在口误中 中华民国变成是一场误会 不要跟中共联手起来 逼中华民国逼台湾 非得要接受中共的政治前提 才能够有和平 出门之前还念念不忘的说 政府也好 国家的元首也好 应该要用行动来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 如果能够在中国大陆讲的话 那应该会比较一致性 对于马英九口误陆委会不愿多谈 倒是对于马英九机场的这段谈话 很有意见 两岸的中国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九二共识 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 这个对话不要预设任何的这个前提 因为这个前提现在已经众说纷纭 变成双方都没有办法再往前进一步 回到当初这种各自争议 来继续向前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话 那对于两岸之间才会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注意 九二共识被马英九视为解决两岸问题的万灵丹 但陆委会喊话 不预设任何的政治前提对谈才有助于 双方沟通 明天宣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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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宣众